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12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好消息来了 周一 10月11日 默克药厂宣布 已经向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申请治疗新冠口服药的紧急授权 有评论指出 一旦该药物获批上市 将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军火库里 增加一种全新 有效且易于使用的武器 10月1日 默克宣布 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该公司推出的抗病毒口服药物 莫娜皮拉维对治疗新冠有效 可以将患者住院或死亡的风险 降低大约一半 被一些媒体称为新冠神药 由于临床试验结果如此强大 以至于监测试验的独立医学专家建议 提前停止试验 基于对研究结果的信心 默克已经冒险提前生产莫娜皮拉维 明年将继续加大供应 白宫表示美国已经做出安排订购1700万例 而且如有必要可购买更多 10月5日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也宣布 澳洲将向美国药厂默克公司购买30万例 此外 英国 日本 韩国 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均表示 正与默克公司磋商采购这款恐服药的相关事宜 加拿大卫生部门则表示 正在对此药进行审查 如果默克与合作伙伴 瑞奇贝克医疗公司的莫娜皮拉维霍P 将成为第一款治疗新冠的恐服抗病毒药物 截至目前 FDA支持的所有其他针对新冠的治疗方法 都需要进行静脉注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FDA或将在未来几周内批准这种抗病毒药物 CNBC则表示 FDA前局长高特里布预测 今年内 或将有小批量默克公司的新冠恐服药在美上市 如果默克的新药能够在短期内上市 对于疫情仍在持续的美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 可能都意义重大 新药将可能帮助美国的医疗系统应对 接下来也许是疫情肆虐的冬季 据统计 疫情爆发以来 全美的新冠死亡人数超过70万 近期 平均单日死亡人数约为1600人 目前约有68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 仍然不愿意接种疫苗 有效药物的出现将是控制未来感染浪潮的关键 默克表示 他们特别要求FDA批准对患有轻度至中度 新冠肺炎的成年人紧急使用 因为这些人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或住院 这可能是一项突破性的发明 美联社的报道称 人们可以在家里通过吃药来减轻症状并加速康复 对于那些不愿打疫苗的人来说 这将是战胜病毒的新希望 当然 对于新冠疫苗仍然觉得不易的贫穷国家来说 这款药品可能更显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 默克的新药还将支持新冠病毒双管齐下 也就是说通过药物治疗和通过疫苗预防同时进行 此前根据默克提交的一项新研究显示 莫娜皮拉维对新冠病毒的潜在变种病毒也同样有效 FDA表示 在做出决定之前 将仔细审查公司关于该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数据 默克还强调 除了向FDA申请新冠口服药的紧急授权之外 公司还打算在未来几个月里 向其他国家或行销市场也申请紧急授权 据悉 默克的新冠药物一个疗程用药40片 每天8片 为期5天 在出现症状后5天内开始服用 此外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亚斯瓦米纳坦 近日在接受瑞士报纸《周日展望报》采访时表示 人类对抗新冠病毒之路已经走过大约60% 但仍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阻碍 在被问到人类对抗新冠之路目前已经走到哪里时 斯瓦米纳坦回答 如果我们把抗疫比喻为马拉松 我希望我们很快将走过60%的路 但也有可能我们将不得不攀登另一座意想不到的山 他强调 现在说我们即将跨过终点还有点为时过早 因为前方还有太多变数 例如突然出现新毒株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美国当地时间10月8日晚 美国疾病控制核预防中心CDC表示 国际游客在接种美国金管机构或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的新冠疫苗后 可获准入境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 两款国产疫苗也在列 对于华人而言 肯定是个大喜讯 10月8日晚 美国疾病管制中心发言人透露 美国11月起将放宽限阶段对于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33国的入境限制 来自这些国家的外籍旅客 旅行前只要完整接种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或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疫苗即可 CDC发言人表示 经FDA授权或被WHO列为紧急使用的6种疫苗 均将符合前往美国旅行的标准 本周稍早已通知航空公司可接受的疫苗种类 并补充说 CDC之后将发布完整的指引及资讯 代表美国航空业从业者的美国航空协会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CDC做出这样的决定 将与政府合作制定规范后 自11月初开始实施新的旅客疫苗与检测计划 据悉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紧急授权的疫苗共计有6款 包括辉瑞、阿斯利康、强生、莫德纳、中国国药和北京科兴 这也就是说 中国的疫苗同样在美国认可的范围内 而新的疫苗将要求适用于几乎所有飞往美国的外国人 但一些细节问题 如怎样最终确定针对国际游客的追踪规则 以及尚未符合接种条件的儿童等相关问题 仍需要等候CDC细节的出台 三位来自美国的经济学家应在最低工资、移民和教育 对劳动力市场影响方面的开创性研究 以及为无法使用传统方法的研究得出结论 创造了科学框架而获得2021年诺贝尔奖 其中一位出生在加拿大 65岁的卡德出生于安省贵湖市 目前就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他获得了一半的奖金 另一半奖金由麻省理工学院61岁的安格斯瑞特 和加州斯坦福大学58岁的荷兰裔教授伊本斯分享 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 这三人完全重塑了经济科学中的实证研究 经济科学委员会主席弗雷德·尼克森说 卡德对社会核心问题的研究 以及安格斯瑞特和伊本斯的方法论贡献表明 自然实验是丰富的知识来源 他们的研究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回答关键因果问题的能力 这对社会有很大好处 卡德进行了另一项研究 利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餐馆 来衡量提高最低工资的影响 他和他已故的研究合作伙伴克鲁格发现 提高每小时的最低工资并不影响就业 这挑战了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会导致招聘减少的传统观点 卡德的研究还挑战了另一个普遍观点 即移民压低了本地工人的工资 他发现本地人的收入可以从新的移民中受益 而早期移民才有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安格斯瑞特和伊本斯获得另一半的奖项 因为他们解决了方法论问题 使经济学家在无法按照严格的科学方法 进行研究的情况下 也能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可靠结论 伊本斯在马萨诸塞州的家中 通过电话告诉参加发布会的记者 电话打来时他正在睡觉 整个屋子的人都睡着了 我们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周末 伊本斯说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激动 他说他特别为安格斯瑞特感到兴奋 安格斯瑞特是他婚礼上的伴郎 与其他诺贝尔奖不同 这个经济学奖不是根据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的 而是由瑞典中央银行于1968年 为纪念他而设立的 一年后选出了第一位获奖者 这是每年宣布的最后一个奖项 获奖者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 诺贝尔委员会上周为医学 物理学 化学 文学 和平奖颁奖 近日根据联邦政府新定的贫困线 一些年收入超过6万的加拿大家庭 现在被认为是贫困 加拿大智库组织非杀研究所 近日发表一篇名为 《加拿大官方贫困线的批判性评估》的报告 这篇报告分析了联邦政府新定的贫困线标准 以及该标准是如何衡量国民贫穷水平 加拿大真正的贫穷是饥饿和住房不足 报告作者 菲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坚安省尼匹新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沙老指出 国家目前已经接近中产阶级收入的家庭和个人 归类于贫穷 这对于消除贫穷问题毫无意义 联邦政府于2018年建立国家第一个官方贫困线 并采用市场篮子计量NBM作为贫穷度量指标 但NBM计量方式当时的最低收入指标存在极大缺陷 以至于很多人都不能达到贫困线 即便是年收入6万的家庭 根据NBM 如果一个家庭没有足够收入 在所属社区购买特定的一篮子商品和服务 该家庭便定为是在贫困中生活 在2018年 约320万国民是生活在官方贫穷线以下 占人口8.7% 比例跌于2017年的9.5% 目前在最新2020年修订的NBM贫困线已大幅提升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费用提高 所以大多数城市的四口之家 年收入至少要在6万到以上才能算脱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